哈喽 大家好 我是豪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通短轴V80 豪哥定是版的B款 这款车跟昨天那款A款是一样的 差宽高 只是布局不一样 好 我带大家里面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从驾驶室的左手币跟大家说起来 驾驶室后面也就是汇客区的地方 是一个黑拉式的刷层的窗户 这个窗户就很多客户就说 车友跟我反映就说 要做一个开车的时候坐在后面可以通风 这个就是有通风 缺点下雨天就打不开 好了 来镜头跟进 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新能源的7孔插孔 大家看一下 新能源的 好 来镜头再跟到我下面走 这个是一个加水口 这是一个加水口 重力柱水口 给大家先看一下储物空间 下面 虽然不能说很大吧 但也能放一些东西 好了 接下来我带大家从里面看一下 先门打开 电动踏步 然后这里有一个遮防纹的刹窗 这里还有一个防纹的刹窗 好了 我带大家里面看一下 好 进门的右手边就是驾驶室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六速的AMT 也就是自动导的变速箱 这个是短周摆的 主副驾驶都可以转过来 来跟后面形成一个会客区 大家看一下 这个设计是一个沙下铺的设计 大家看一下 这个沙发放岛跟那边铺开 是形成一个大概2米2的 2米2的长度的一个床 宽度是90公分 上面还有一个吊床 给大家也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 床的长度是2米 宽度是70 70左右的一个单人床 刷下升降的 电动升降 这样更大的利用空间 然后桌子上面有一个小储物格 给大家看一下 进门的左手边是一个80升的冰箱 这是一个80升的冰箱 然后是逆变器的开关 然后这个是插座 然后小米盒子 然后工放 然后上面给它做了一个 配了一个电磁炉 然后旁边就是洗水池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配了一个12伏的空调 就都滑过来 这边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控制面白 清水下的水位表 这是灰水下的水位表 洗手池下面还有抽屉 大概塞个抽屉 可以做一些储物 好了 我们进卫生间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进去就是一个抽拉式的码头 18升的黑水箱 然后这里是一个洗水池 然后这里是储物的 可以放的小的东西 然后上面是一个 坏风扇 这个地方是因为抓不了窗户 所以一直没装 好了 我这个下面的床位置 我给大家也试一下 它怎么拼 怎么拼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多大的一个空间 我给大家用视频的形式 给大家放一下 好了 现在床铺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形成一个2米2 到2米3的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宽度是90厘米的一个超级大床 好 大家看一下 啊 到吧 睡 我跟你说 集结 睡两个人都没问题 一头睡那里 一头睡这里 啊 这就是这款 大通V80 短轴的壁款的一个布局啊 稍下铺子 大家看一下 好了 跟大家说说这块车的配置啊 这个车的差块高 跟我的那个大通V80 短轴的A款是一样的 5米5米差 快是2米啊 都还差一点点啊 高度是5米2米58 然后里面的配置跟大家说一下 120升的净水箱 60升的灰水箱 3000瓦的逆编器 然后480S的切摔电池 因为考虑就要一个成本 然后是80升的冰箱 12伏的顶质空调 还有电池炉等等等等一些小东西了 具体就不阐述了 这款车拆架明天 也就是说18号到20号的上海房车展 价格呢还是23万9千8 豪哥呢也会在展会现场 对这款车有兴趣的或者有需要的 可以现场来找豪哥 豪哥也会给你一些 介绍性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一些小细节 我已经跟茶家说了 到时候适当地会做一个调整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